接下來我們請鄭峰處吳處長做業務報告 大會主席 議會秘書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媒體記者 以及府會聯絡員 以及議會的各位主管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讓我介紹一下 議會本處的主管 第一位是辦理議房科科長陳柏涵 第二位是集合科科長許秋平 第三位是茶組科科長蘇建忠 第四位是行政科科長佐益貞 也兼我們府會聯絡員 我想這個聯政業務是國家競爭力跟施政的一個基本要求 也是民眾信賴政府的基本要素 精進專業素養 了解民意這個脈動 協助機關營造一個優質的一個工作環境 建構聯絡政府 誠信的社會 是本處積極努力要來實現的一個目標 那以下 僅就107年7月到108年2月底 這段期間 各項聯政業務推動的一個情況 及未來聯政工作努力的一個方向 向貴會報告 秉遵聽教育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博力女子教 那政風業務分了四大面向 包括政風行政 政風查處 政風議訪跟政風機構 四大面向 那以下就依序依項做一個報告 在政風行政業務方面 那我們強化政風人員一個整體的一個職能 想方設法來協助機關行李 那在這段期間 在延採這個側進作為方面 辦理的工作檢討會一個場次 那為了提升政風人員一個專業能力 那我們辦理的專業研習 三個場次 那同時呢 為了落實信賞壁畫 在這段期間 我們獎勵了20億案 四十四位 那再來 防渡泄滅跟危安情勢方面 那我們針對機關學校 在辦理各項考試的時候 來徵顯 辦理的一個徵顯事務機密的維護 那有效的來防渡泄滅跟人為的一個壁師 確保考試的一個公平跟公正性 那在2019 燈會在屏東的安全維護這個方面 那我們在大鵬灣燈區 還有屏東市燈區 以及東港小鎮燈區 辦理燈機的巡查跟廠溢的安全維護工作 讓燈區的活動能夠圓滿完成 那同時我們也針對公務機密跟安全維護等方面 辦理各項的一個檢查 宣導還有召開安全維護匯報 以確保機關各項的安全 同時我們也掌握了相關的一個陳情請願的一個預警的一個情資 露使通報機制 那協助業管單位來做及時的一個輸出 跟後續的一個接種 以確保機關的安全 那在中共查處業務方面 那我們積極的來查查貪污不法 並導正行政的維師 那我們會針對機關潛存的高風險的一個業務 來執行專案的勾激跟清查 以鑄絕不法弊端之聲 那在這段時間我們寒宋司法機關偵辦的有五案 那查處員工行政實施計18案38人 我們希望有效的來提升機關的一個連結度 那在處理民眾陳情檢舉的案件這方面 在這段期間受理檢舉案件有249案 那曾經結案和存參的有110案 行政處理後 韓宋司法機關有56案 追究行政責任有18案 韓宋司法機關偵辦有五案 目前還在辦理當中有60案 那在政府預防業務方面 我們辦理了連政系工 推動行政透明 宣導反貪暢連 在連政系工方面 我們都從首屬的警察局跟衛生局 來辦理連政系工的專案 收集維持的一個案例 跟風險的一個態樣 以夜館單位 追個腦力激淡跟研討 那麼同時呢 我們也請專家學者 以會諮詢 來共同延避防範的一個措施 提升連政的一個效能 在連政政策方面呢 我們通過專任政風人員 來協助 為政風機構公所 來協助推動連政業務 那即時解決公所連政相關的一個問題 那在連政匯報的召開方面 那我們協助目前 在這段期間呢 協助三弟們跟物財公所 召開機關的一個連政會報 令本處去首屬政風機構 即辦理的連政會報24案次 會中委達成多項一個決議 確實來協助機關 做好這個心力的一個工作 在專案機構方面呢 那麼在這段期間 辦理專案機構五個場次 五個案次 發現了一個缺失呢 多欠貴相關單位來檢討改善 希望有效來提升工程的一個品質 那在預警作為方面呢 那我們為了加強這個 預防貪固不法的預警 作為呢 總共辦理了30個案次 那增加國庫收入跟節省公帑 大概有250萬元 那在行政透明方面呢 我們推動各鄉鎮 志工所的殯葬業務行政透明 以減少資訊的一個落差 爭議未免服務的一個效力 那在聯政倫理 事件登錄方面呢 即受理 這個聚授財務等各類 聯政倫理事件登錄 記錄18件 那我們在積極辦理反貪腐宣導活動 增強聯政藝術方面的一個推動方面 在邀請本縣18個衛設正宏機構 公首的採購承辦人員 辦理研習 那共同強化 基層採購承辦人員 對採購程序跟採購內容的一個認識跟了解 在錄評專案方面呢 我們由縣長 親自來召開錄評研討會 那與會人員包括法務部聯政署 國際透明組織委員 最愛水公司 臺電 中華電信 有線電視 寬屏等 管發單位及承包廠商 建造單位以及鄉鎮市工所的業務單位的一個代表 共同研議提升本縣道路工程品的一個對策 那在財產申報跟利益充足回避方面呢 我們辦理相關的專題演講跟研習 總共有八個場次 那有效的提升財產申報 人員授錢方式 申報比例高達97% 那在原住民研明鄉的一個陽光法案宣導方面 辦理原來是聯政 研明鄉陽光法案專案的一個宣導 那會同物臺跟牡丹 鄉鎮民代表會 共同辦理議事座談會跟聯營會兩個場次 同時我們應用聯政志工呢 深耕這個誠信教育 擴大社會參與跟緩攤的一個教育 那我們參與的本府緩攤營療會等社會 參與既志工專利一個訓練活動 同時也透過三對三街頭中牛賽 虛手向連擁抱陽光訪談營療會 同時也參與屏東地檢署的反會選活動 有效增加聯政的一個媒體行銷 同時參與台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的 合辦志工專利一個訓練活動 榮候聯政署核定成果為全國 政風機構第三名 在政風集合業務方面 辦理的本府各單位的公告經驗以上 採購案件評選委員聯繫總共324案 落實評選委員名單在機關公公 應以保密之前相關的一個規定 那在強化本府兼辦集合小組組織運作 提升採購品質方面 那我們本期婚派到本府首屬各 機關學校公所辦理的一個案件總共有216案 那針對整個機關發現的一個缺失 分別請各單位的檢討改善 那為了提升本府採購機關小組的一個專業智能 辦理的專業演繫兩個場次 在落實採購案件的監辦之後 防度圍標跟綁標不法情勢方面 我們辦理的實地驗收45案 書面驗收230案 會同兼辦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案件 計1330案 那針對發現的一個問題呢 簽註導證行李意見 總共有32案 最後我想聯冷市政府獲得民眾信任 跟支持的一個尊貴租產 也是屏東會要成長 不斷進步的根基 那本處呢 將持續的緩攤上連 協助本府各機關朝向聯冷透明的一個目標 來邁進 希望能夠出現屏東成為我屏東 我聯冷的一個安居樂業的一個幸福 城市的一個目標 那以上報告 請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不令指證 並感謝貴會長期以來 對成功工作的一個支持和鼓勵 最後敬至各位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好 謝謝 謝謝處長請回座